市長的力氣熱鬆 農曆時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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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曆春節的腳步越來越接近 市長謝國良在新科立委林沛祥跟市議員何淑平 韓世玉 及產發處長林鼎超等人的陪同下 走訪信義市場跟仁愛市場 發送市府設計的限量版粉紅色一元紅包 許多民眾一早就來排隊 氣氛相當熱鬧 今天很高興的市長農曆大發 市政更希望 市政更進步 設計要緊 欣欣像什麼 像榮 蠻有金紅的特色的啊 比如說貼在卡片上面送給朋友那些都還蠻實用的 對 想說藝人復始啊 所以想說拿來套個喜氣 因為過年要到了 今年的藝人紅包很多特色 是粉紅色的 然後有貼紙 昨天小愛就玩那個貼紙玩得很開心 然後裡面呢是我們粉紅色一元紅包 所以我們會到各個市場去發放 也歡迎市民朋友索取 也祝大家好運隆中來 龍年行大運 市長講到說這個紅包上面還有貼紙 所以這是給小朋友玩很好的 對小朋友來說很感興趣的東西 那在這邊也祝所有我們的好朋友龍年行大運 過年發大財之外 也深希望說今年我們基隆市可以多點龍寶寶 然後讓我們基隆市的小朋友越來越多 越來越開心 非常感謝市長來到新衣市場來發紅包 祝福大家一元赴使萬象更新 好運隆隆來 龍年行大運 在這邊祝福大家龍年行大運 大家都發財 都健康 都快樂 謝謝 今年市府設計的新興向榮一元紅包 第一面是貼紙設計 有基隆建市一百年的龍年貼紙 可以貼在手機殼或筆電和衣服上面 相當有巧思 拿到一元紅包的民眾相當開心 現場充滿濃厚的年味 記者 黃日生 陳淑萍 高維成 基隆報導